刘艳离跟林渝伦他们两个都会互相讨论赞情 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是可以讨论 林渝伦妻子在政论节目新太太上线 爆料丈夫与立委徐晓星的丈夫刘艳离两人互动情结 他们后来赖打小组会 那一些资料是因为渝伦被搞 当然是很不高兴 他就想说那我也有认识蓝莹的人 那刚好徐晓星现在就在打 渝伦就给这个刘艳离刘艳离的email 林渝伦的妻子交代了林渝伦与刘艳离 两人过去讨论选举战情的交流过程 还念出关键的email账号前面集码 爆料内容所提到的台南立委就是赖会员 真正的苦主是我 那去年的这个立委的初选 竟然就是我的这个赖打中心 竟然是在台中市政府的研考 研考会的主委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台中市政府卢秀燕市长 你容许你的研考会主委 在上班的期间利用公家的资源 来进行对于其他政党候选人的攻击吗 这个绝对需要严格的来检视跟批判 爆料内容提及民进党台南立委第一选区的选举 当时指控赖会员论文抄袭的徐晓星 强调不认识林于伦对当时的选战攻防 也作出解释 刘燕李跟他们过去都是辩论圈认识的 所以会认识很正常 至于他们熟与不熟 那我想你们要去问我的先生 那如果涉及他们自己绿营内斗 然后呢匿名提供给我资料 那我当然拿出来打 当我吃素打 面对林于伦妻子在政论节目的爆料 致电留言里并未接听 而台中市府对此则回应 考量议题与市政五官 不方便受访